在今天早上的八时许,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截篮起航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 根据航母建造工程进展,这次海市主要检测验证福建舰动力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据了解,自2022年6月下水以来,福建舰建造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顺利完成细薄试验和装设备调试,具备出海进行试验的技术条件。 那此前在2022年的6月17号,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举行,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贤号为18。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